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南端的国家 阿根廷 他的首都斯林诺斯艾尼斯的岛上6点62分 我终于到了这个国家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一兔 现在是2022年1月27号地球最南端的国家 阿根廷 他的首都斯林诺斯艾尼斯的早上6点23分 我刚刚已经成功过了他们的移民官员柜台处 真正的进入了阿根廷 过关十分简单 十分钟以内 因为在上飞机之前就已经有check in的柜台 还有balling的柜台都检查了我的相关文件 现在进入阿根廷官方要求的文件有 72小时内的PCR核酸检测报告 48小时以内的他的官网上的宣誓声明书电子表格 我签好了 打印下来了 3 阿根廷的AVE 申根签证现在已经申请不到AVE了 只能申请指质签证 美国签证可以申请电子签证 另外我还额外准备了一下几种文字 一 离开阿根廷的GPL 二 进入阿根廷以后前三天的酒店订单 还有什么 在刚刚官方要求的文件当中 还有两个很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完整接种疫苗等 含二维码的电子疫苗接种证实 字板打印出来 第二个就是保了30万人民币左右的 涵盖新冠病症的医疗保险 准备了这几样文件 我就顺利的进来了 可以待90天 我觉得比较幸运的就是阿根廷有多个机场 我原来是在它比较靠近市区的一个机场 这个EVA机场是跟我原来的机场相差 47公里左右 而我立马订了当天飞往乌斯华亚的机票 订完以后呢 很神奇的就是我订的前往布尼诺塞尼斯的降临机场 改掉了改成了和我乌斯华亚起飞的机场一个机场 也就是我不用再折腾了 而且时间也往后推了一个多小时 现在是六点半 我会往乌斯华亚的机票是下午的三点三十五左右 所以现在还要在这里等九个小时 但不用折腾了嘛 找个地方 用用他们的机场WiFi整理一下视频 刚刚试了一下 这里的机场WiFi 绿码 他们的机场WiFi要靠谱多了 太阳也升起来了 一切都很顺利 我想之前没有到阿根廷 也就是12月份没有到阿根廷 其实是为了让我多了解地步 又给了我多一个国家 玻璃我也有惊喜 每一次的不顺利 也许是为了帮你打开另外一扇 充满惊喜的大门或者窗户 等我的行李来 我的破箱 已经从27间克 捡到了21千克不到 开始 哎 现在是7点11分 在最后的出门口大厅内 新巴克后面有两家银行 我刚才出了汇丰的汇丰区 都取不出来 但我看到工程上说 在阿根廷用银银银银 取材很方便 但是没有提到汇丰可以 花旗是可以的 还有有另一车标志的也可以 还说在阿根廷国家银行的 汇丰区也是可以取的 旁边就是阿根廷的国家银行 我去试试看 那个黄绿色的圆圈 我到里面去试试看 天哪大家千万不要到机场 到家国家银行来去 手续费太贵了 我是因为职业在这里乘飞机 我不出这个机场 手续费13.7% 我取了1万阿根廷比索 607块钱 收了我80块钱手续费 因为他每次的手续费是40块钱 但他每次最多只能取5000比索 有300多块钱 好贵啊 太贵了 但是我问了 就是阿根廷内有link标志的 不止这一家银行 还有好多其他银行 但是在阿根廷国家银行 全国统一手续费 好坑啊 一千阿根廷比索 一杯咖啡就要490元 这个一千块钱不值钱啊 咖啡就喝掉了一半 现在是12点19分 我一直在那个星巴克待着 但是他的插头都没有电 所以我就在看南极型的一些消息 还有阿根廷的一些有趣的景点 就没有弄我的视频 现在我在他的国际航站楼A 要去到他的国内航站楼C 出去感受一下阿根廷的阳光 天空好好呀 看看我又要特航地鲁立马的天空了 阿根廷的这个机场 不是最主流的布林诺塞德斯的机场 但也非常非常的大气 看他们这个弧形设置 1点21分 直接完成没有靠窗户的位置了 这么快吗 还是有人提前买了窗户的位置 因为我那张机票很险一买 要去到乌斯华亚了 我要实现帝王线自由 进来后机了 阿根廷的插头就变了 变成这种斜的翻叉 我之前用的这种就不行 还好 还有一个大的 所以大家注意阿根廷的插头又不一样了 天哪 到乌斯华亚的人好多 而且已经进去了 两个区的 是大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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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飞机